什麼是通貨膨脹? 一卷廁紙260萬 一隻雞1,460萬 物資極其貴乏 民眾欠食 這些駭人聽聞的場景 2018年發生在南美洲委內瑞拉 這也是我們所說的惡性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簡單來說 就是貨幣供應大於實際需求 也就是市場上貨幣超額供應 錢太多了 所以就導致貨幣貶值 物價持續上升 這件事是一種全面的持續上升 單獨某種商品 某個地區的物價上升 都不算是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怎樣引起的呢? 我們來看看三種情況 試想像一下 如果大家對商品的需求過度增加 但市場上物資跪伐 供應更不上 那會怎樣呢? 沒錯 太多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 會導致物價上升 這件事就是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 如果壟斷企業為了利潤提高商品價格 或者僱員迫僱主加薪 亦都會造成物價上升 這件事就屬於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如果某些重要商品供求失衡 或者某些經濟領域發展不平衡 例如說豬肉或者樓市 都會出現物價上升的情況 這件事就屬於結構型通貨膨脹 如果不能夠有效控制 可能就會走向全面通脹 一般來說 溫和的通貨膨脹會促進經濟增長 很多國家都會通過經濟手段 將通脹率維持在合理的目標之內 但好像委內瑞拉這種惡性通貨膨脹 會影響社會財富的分配 令到窮人更窮 亦都會影響企業的生產 降低經濟效率 最終造成社會動盪引返危機 如今我們似乎迎來了大通脹的時代 或者我們面對的不是惡性通脹 但對我們每個普通人來說 仍然能夠感覺到 錢只是變得不值錢 怎樣應對呢? 投資理財就很重要了 第一步當然是學習知識 快點來牛牛課課堂 學習投資知識 學習投資訊